因为说实在的其实很多艺人是靠绯闻而红的啊 像你就是啊 屁嘞 我是靠实力好不好啊 我拿过金钟奖诶 还入围过金钟奖最佳女配角诶 我横跨主持还有戏剧以及音乐 小S一个风靡华人地区的女人 她作风大胆呛辣又不失分寸 率直自信的个性受到大家喜爱 只要有她在就不怕冷场 这个就是我专辑的封面跟封底 然后我现在会签名 前阵子她因为穿得太过蓬松 让网友惊呼 肿么啦 更被亏说有文倩姐的味道 殊可忍殊不可忍 她随后在脸书放上美照 要大家看看她多漂亮 不要再问我肿么啦 烦死了 她过去因为个性直接造成了不少争议 2000年布袋戏电影《盛实传说》上映时 她和大S直言 我真的痛恨布袋戏到节点 2010年黑人卖潮梯做公益遭质疑账目不透明 周玉寇在广播直批黑人无耻 小S为了帮好友出口气 打电话到节目里骂周玉寇态度邪恶 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 因为苏贞昌禁止台湾口罩出口 小S优感而发 不互相帮助 这不是人类该有的行为 恨比病毒还可怕 被网友围攻 用口罩事件捡人民币 去年奥运期间 羽球国首带字影书给中国选手 只拿到银牌 小S力挺小带发文虽败犹荣 却被大陆粉丝出征她是台独 不过刚刚讲的这些 都比不上她被家暴的标签 我老公是我此生遇过最温柔体贴的男人 然后我们两个已经是彼此相爱跟珍惜到 觉得此生在一起都已经不够了 绝对不会浪费多余的时间去伤害对方 就是想要让大家相信 世界上真的就是有这么相爱的人 就抱我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伤害我 我是家暴业务的色狗 我忘了 我忘了 你吃他就好了 我忘了 吃过你这个你吃他就好了 所以你内心真正的想法 是觉得真的还假的 大人是真的啊 那是真的啊 为什么大人是真的啊 为什么 小孩子看起来很欠揍 对啊 你不觉得我看起来很幸福吗 你很幸福啊 就是夫妻都会有争吵的吗 可是到打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没有 有时候其实吵架就会有通报 我们很多都是吵架而已 OK 我觉得你有怪心脸 好 就连去年感性告白老公 他也被算是自我欺骗 网友自以为旁观者的态度 气得小S要他们赶快取消关注 因为我进医院之后 就开始那个 因为大S不是来帮我代办 我就赶快PO了说 我摔伤的那个照片 然后新闻台就知道了 然后伟中哥就立刻打电话 给我经纪人 然后就说 Joanne 发生什么事 然后Joanne就说 就骑假的这摔伤还蛮严重的 然后伟中哥竟然说什么字 他说Joanne 讲真的 是个家暴 老师跟我讲 然后我想说伟中哥这么了解 我老公都还怀疑这种事 然后我宁愿刚好遇到伟中哥 我就说伟中哥 你竟然怀疑是家暴 他说没有什么家暴 说我就是关心你 我就是什么都没有 记得啊 既然当事人都极力否认了 我们也别印套家暴故事给他们 但自从2005年小S和徐亚军结婚之后 他对外总是展现跟老公甜蜜的一面 反观徐亚军 只要上新闻都是负面消息 家暴 夜店搂妹 经营的胖达人面包店 号称全天然 却使用人工香精跟乳化机 更扯出案外案 与胖达人面包的母公司进行内线交易 每次老公一有事 小S就必须站出来澄清道歉 可是徐亚军并不领情 他曾经对小S说 媒体把我们报导全这样 都是因为你的关系 让他难过到锁在厕所里大呼 令人心疼 是你追他对不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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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刚才讲说人气不必人气 我所有的 detail我都记得 可是现在对我来说 都变成是好的故事 就那个时候上他的节目 然后他就很会主持 我就觉得他很厉害 然后后来是有一次要去参加一个 在场外的某个活动 然后那天非常的冷 对 然后我记得他好像就 把他的那个白色的西装外套脱下来 然后他就 漂亮啦 然后就说你 因为我就表现出很能量 好像是在中任纪念堂 内类的 然后他就把外套借我批 对 然后就是那一批我就 你知道就 好像还有留个小字条谢谢 然后后来他帮我批完之后 我就跟我姐说怎么办啦 我说我觉得他还不错 对 然后他就说那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把外套还给他的时候 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个纸条 说谢谢 他说这样他就有可能会那个 进一步 对 然后我就真的放了一个纸条 谢谢 然后之后就开始 彼此看对方的感觉就有点不一样 好甜蜜的开始 在结婚之前 小S和黄子娇交往四年多 最终因为男方被拍到 和曾宝仪共度春宵而分手 直到2015年才世纪大和解 其实分手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总是比较激烈 对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 在节目中还是 节目之前的记者会 讲了那个我们要分开的事 然后最近的事 其实我觉得对他 造成很大的影响 请问 黄子娇跟谁在一起啊 她曾经跟曾宝仪在一起过 只有曾宝仪吗 by the way 还有我 你们两位要上台 我们来跟超级大和解吗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小S当年是与姐姐组成 上SOS出道 唱出不少经典歌曲 但是真正爆红的时机 绝对是两人接下主持棒之后 不是说我唱四次 有人会唱五次啊 因为情分来啦 因为情分来啦 欢迎收看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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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今天能够跟两位一起站在这边 完全是我個人的榮幸 馬上進行第一個單元 等一下 我還在開個頭 妳怎麼馬上就要歡迎第一個單元 對啊 我們要歡迎一下他 歡迎 馬上進行第一個單元 不是 等一下 我是誰 徐老師 沒錯 我就是徐老師 Aoutique Chushin 今天非常開心能夠是來到這裡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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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猜 與娛樂百分百 讓大小S 宏集一時 小S 更憑徐老師一腳 成為家喻不小的藝人 不過 真正讓他從女醜 變成女星的作品 何妃 湯熙來了莫屬 我就發現妳最近有一個現象 對 妳最近到了背板前面 妳會先擺出一個很高雅的樣子出來 妳知不知道 有嗎 對 妳最近 這應該是我自然的 妳最近走到看板前的時候 攝影師一說拍照的時候 妳就會 名模 對 妳就會擺出一個那種 名模的表情出來 我沒有擺 我自然就是這樣子啊 可是妳那根本就覺得 女醜妳幹嘛擺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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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妳五年了 她搭檔蔡康永 一動一鏡 不管是誰 敢言 敢行 敢摸 敢問 常常展現自信與直率的個性 嗆辣的主持方式造成話題 使得她在兩岸三地 更具知名度 不是跟人家講的是妳不要錢嗎 對 可是因為還是會大 大家不便都會包啊 都會都會 然後因為理晶部就在那裡 妳跟他說妳不要錢 然後妳檢查理晶部 沒有 理晶部不是檢查 是說妳一定得去檢查說 這是對不對 理晶部是一定要看到的 會很好奇 沒有人家來 妳有列理晶排行榜吧 我沒有排行榜 但是譬如說妳給我多少一定要寫 因為將來妳結婚 不對 妳先想來 不對 這是將來 將來就是 有喜事的話 我送電話船就對了 要回妳 照理 我要回報一個比妳的多的 所以我們要看起來 照理我又用不到妳 回報一個我看起來 妳有在不爽嗎 妳有在不爽嗎 很不爽 妳的寫作技巧 應該是請教火紋的吧 妳的美白應該是請教妳 具體的吧 我覺得現在觀眾應該也非常非常好奇 我怎麼會穿夾腳拖鞋 妳要讓我給妳換上高天鞋 妳要啊 因為我剛才從床上下來 一時就選錯鞋子 我可不想要穿這雙鞋 離開唐希 唐希來了播出12年 在2016年畫下句點 蔡唐勇為她量身訂做了一部電影 《痴痴的愛》 可是上映之後 無論是票房還是口碑 都慘遭滑鐵爐 直播似乎也成了她宣洩的出口 所有祝福我 或者是不祝福我的人 全世界我都希望每一個人 都可以平安 如今的小S依舊在節目上 展現個人魅力 但她其實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會主持 只是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而已 她內心最渴望的是有朝一日 能夠聽到別人誇獎 原來小S也會唱歌還會演戲 你知不知道一個人 嗯哼 不被認定她的才華 嗯哼 你知不知道那種感覺很無處 因為她已經先貼標籤在你身上 嗯 所以我唱歌或者是我做什麼 他們就會說 喔反正小孩子去做啊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不會認真以待 你知不知道那種感覺 我知道 我說任何事都很認真 真的嗎 我先上個廁所 不是啊婷婷 你真的唱得很好 不會太過分嗎 最近她再度出唱片 先不管成不成功 我們希望小S明白 還是有很多人喜歡她 畢竟這個時代 只有一個小S 謝謝